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从法国远道而来的U盘 我们知道最近法国巴黎在开奥运会嘛 这个U盘它也是不甘落后的报名参加了长跑项目 因为过于热情,它这个主控也跟着一起干烧了 目前这个主控是已经被法国那边的同行给拆下来了 这个包我还没有拆,先让我拆包 可以看到主控这个O字的右下角是已经烧出一个洞了 因为当地同行他跟我讲找不到一样的料吧 所以还是希望我来尝试一下 不瞒大家说,我的业务合作是已经遍布全球了 所以偶尔会有几个海龟的盘,这也并不奇怪 这个主控的型号是PS251-17-39 一开始我看到这个主控的时候也是一脸懵的 17-43的主控,我之前在某想还有英瑞达上面的盘倒是遇到过 同时43的主控也更容易获得 39后缀的,我也是第一次见的 所以我也委托了工厂大佬那边帮我找货 一圈下来他也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 基本上现在是能用的方式我都用完了 现在这个主控是真的变成熊猫主控了 但我还是不死心,顺着这个主控的关键信息 于是在萝卜头论坛上面找到了使用这款主控的U盘 目前国内能买到的一款是不敢想象 另一款是爱国者 于是我就选择支持了一波不敢想象 当时我查到的信息是 使用这款主控的U盘型号是图180pro 毕竟我之前也拆过这个型号的盘 它里面确实有用到43后缀的主控 但是论坛上那边拆到的是39主控 因此我觉得可以赌一把 那为什么不选择爱国者呢 其实我这里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 第一就是爱国者同型号的盘 它目前的速度已经标到1000兆了 我觉得它里面可能是已经换成2320的主控了 而不敢想象的这个盘 它标的是600兆的速度 符合251-17这个主控的官方宣传表现 第二就是我之前拆爱国者里面用的方案 那种类非常的多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拆到这一类主控的 对比之下我还是选择支持了谋想 希望待会拆出来的时候不要让我失望 现在我们给它开箱 我们现在上机检测一下 U盘连机可以正常识别 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主控 如果它里面带了PMAP这个字眼 那10有89就是群联了 PMAP出来了 主控厂商已经识别成群联 好的目前已经胜利一半了 这个盘的主控已经确认上是群联了 剩下的就看它里面用的是39还是41后缀的主控了 这个盘它才是打了胶水的 先让我给它加热融化掉 拆这一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大家猜我抽到了什么 今天运气不错 直接一次出金 终于不用吃大保底了 这个主控它也是39后缀的 如果它这个主控里面没有存在绑定关系 而且坏盘的颗粒是完好的情况下 换上去以后99%是可以轻松秒杀的 在这之前我们还需要测量一下坏盘上的供电是否正常 因为这两块板子的结构不一样 一个是双贴的 一个是单贴的 所以今天斑板我就暂时不考虑了 还是稳一点好 它这一块盘的供电可以直接从后面这个电源芯片上测量到 这里OK 这个是5V 1.2 这个也OK 1.8 看样子是没有问题了 其实我目前还在担心另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颗粒一直在发烫 目前都已经烧到60多度了 我感觉这个颗粒可能有点危险了 但目前手术都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我只好继续硬着头皮把主控也干上去了 现在我们检测一下这个中心结合的盘目前情况是怎样的 上级是一个无媒体的状态 如果不是它这个主控存在加密 那就有可能是这个颗粒挂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它在拆这个主控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颗粒搞空汗了 当然空汗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现在只好再把这个颗粒拆下来单独检测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颗粒 AD开头的海力氏颗粒 这个料号可能比较新 上面还没有添加 我们换一个测试架吧 从903这一个测试架上面看 它是缺少了两个ID 这片颗粒它是512G的 应该有四个ID才对的 目前只识别出了两个 看样子真的是这一片颗粒挂了 颗粒挂了那就没办法了 这一次真的是翻车翻到国外了 对的这些颗粒挂了一个小的颗粒挂的